嗨,我是金星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我的Facebook上给我留言 说非常喜欢我做的视频 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喜欢 我会更用心、更努力地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如何描述喜欢一样东西 好,这个词呢,我们可以说粉丝 粉丝 粉丝的意思呢,指的就是爱好者 爱好者 爱好者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篮球 男生一般比较喜欢Coby Bryant 喜欢科比,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说,我是科比的粉丝 我是科比的粉丝 那如果女生很喜欢韩剧 你可以说,我是宋仲基的粉丝 我是宋仲基的粉丝 指的就是你非常喜欢 非常崇拜,宋仲基 那有一天呢,心里老师也希望大家能成为我的粉丝 好吗? 粉丝呢,还有第二个含义 指的就是一种食物 一种食物 这个食物的名字呢,就叫做粉丝 比如说,明 明 其实呢,中国的粉丝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 但是我知道在越南,这个食物的名字叫做明 翻译过来叫做面 但是中国呢,这个食物叫做粉丝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粉丝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粉丝 我一般会把它泡在水里 让它煮一下,变软之后 可以和黄瓜拌在一起吃 特别香 还可以把它放在火锅里面 和羊肉、生菜、海鲜在一起涮 然后蘸蘸酱 这个呢,就是中国的火锅 非常好吃 所以呢,这个粉丝其实是有两层含义 嗯,那其实粉丝含有一个词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叫做鹿转粉 鹿转粉 鹿呢,指的就是路人 在街上走的人 转,指的是转变 转变成 粉呢,指的就是粉丝 爱好者 所以鹿转粉的意思就是 鹿人转换成粉丝 转换成爱好者 比如说鹿人最开始 可能没什么感觉 对你不喜欢也不讨厌 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对你鹿转粉 就变成非常喜欢你的人了 大家听懂了吗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先学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我非常高兴你能成为我的粉丝 也欢迎你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让更多的人能够对我鹿转粉 清楚了吗?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